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个财主 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 只因人多 他的身量又矮 所以不得看见 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 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 耶稣到了那里 抬头一看 撒该 快下来 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 他就急忙下来 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 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 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 过了耶利哥之后 就要到耶路撒冷了 所以耶稣他就准备要进入耶路撒冷了 路加福音从第九章 耶稣告诉门徒 他是怎么样的一位弥赛亚 他是一位要为世人受苦受死 被耶路撒冷的宗教领袖拒绝羞辱 甚至最后被他们定死在十字架上 不承认他是弥赛亚 耶稣说我要当这样的弥赛亚 你们还愿意跟随我吗 你们愿意的话 就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 要舍己 因此从第九章到第十九章 就是在讲前往耶路撒冷 走向十字架的道路上 耶稣边走边调整这些门徒的心态 因为门徒每个都骄傲的不得了 都想要在这位王的左右 抢这个有权力的位置 到第十九章的时候 耶稣就进了耶利哥这个城 正经过的时候 有一个人名字叫做撒该 撒该他的职业是税吏长 是一个财主 我们之前在讲马太立位 这个税吏蒙召的那一段的时候 也曾经介绍过 这个关税或营业税政府会公开招标 然后得标那个人就可以当作收税官 来担任收税官 他只要固定交多少的这个税 税金给罗马政府 其他的都他自己赚的 那收税官呢承包成功之后 他就会找一个厉害的人 当税吏长来执行整个业务 那税吏长会在找一些干部 那些干部叫税吏 通常收税官跟税吏长都是非常富有的人 那税吏就比较穷 那但是呢 这个大家已经够讨厌税吏了 更何况是税吏长 大家更讨厌他 那撒该这个名字很有意思 撒该的名字意思是纯洁 pure 真的是非常的讽刺 第三节 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 只因为人太多 而撒该他的身量又矮 撒该个子很矮小 所以呢都被人挡住了 看不到耶稣 他就 可是他很想看耶稣 代表说 其实撒该呢 他心里面 他也是很挣扎了 一方面这个贪财 可是二方面他心里面对于 成为一个圣洁的生命 他也是有渴望的 虽然他的生命非常的不纯洁 非常不圣洁 但他里面就是 也是有渴望 能够被神赦免 能够成为圣洁的一个人 可是他在这个世界上 找不到这条出路 因为大家讨厌他死 天天只会说他是一个无可救护的罪人 所以他也很想看看这一位 这位很特别的这位耶稣 所以他跑到最前面去 超越了人群 然后跑到最前头去 然后爬上一棵桑树 爬高一点 为了准备要看待会会来到的耶稣 然后呢 因为耶稣必会从那里经过 来进入这个耶利哥城 果然耶稣到了那里 他抬头一看 对他说 撒该快下来 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 哇很奇妙啊 这个路加真的非常会描写 原本是撒该千方百计要来看耶稣 但是后来故事的转折点是 耶稣看撒该 然后耶稣就看见撒该 是这么的渴望看见耶稣 甚至是离开人群 跑到很前头去 然后爬到树上 要等耶稣经过 因此呢他就说 撒该赶快下来 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 哇这是很不得了的事情 因为耶稣今天到了耶利哥 势必得过一夜 然后明天才有办法到耶路撒冷 因为他现在就去赶路 是赶不到耶路撒冷 所以耶稣必须过夜 人人都知道 我想很多人都想接待耶稣 住他家里 予有荣焉 想不到耶稣主动提出要求 要住在这个全城 大家最瞧不起的税吏 长撒该的家里 所以撒该听到怎么样 就急忙下来 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 众人看见就都私下一论说 他竟然到罪人家里去住宿 跟人吃饭就已经不得了了 跟罪人同喜吃饭 代表你接纳这个罪人 还住到那个罪人家里面去 这个是大家是匪夷所思 很多人想耶稣去他家住 结果最后竟然住到撒该家 他们心里面觉得很不是滋味 凭撒该凭什么 撒该站着对主说 主啊 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 我若讹诈了谁 就还他四倍 今天救恩到了这家 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 众人正在听见这些话的时候 耶稣因为将近耶路撒冷 又因他们以为神的国快要写出来 就另设一个比喻 有一个贵胄往远方去 要德国回来 便叫了他的十个仆人来 交给他们十定银子 说 你们去做生意 只等我回来 他本国的人却恨他 打发使者随后去说 我们不愿意这个人做我们的王 那撒该就站着对主说 主啊 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 哇这是不得了的事情 他把他所有的财产的一半 来奉献 然后来帮助穷人 然后呢 我若讹诈了谁 就是我若当税吏长的过程当中 诈骗了很多人的钱财 我若讹诈了谁 我就还他四倍 也就是说 杀该所有的财产一半 全部拿来分给穷人 剩下的一半拿来做赔偿 那我如果诈欺了谁 我就赔他四倍 这是按照出埃及记二十二章第一节 相关的条例 在立位记也有 四羊赔一羊 你若骗了别人一只羊 你要赔他四只羊 所以呢 撒该这样弄一弄几乎可能也没生到什么财产 他已经无所谓了 因为他想要跟随耶稣了 耶稣说今天救恩到这家了 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 耶稣非常的开心 因为看见撒该生命完全改变了 他知道救恩今天降临到这个家里面 撒该成为新造的人 他说撒该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大家以前只看他是一个 这个无可救爱的罪人 却忘了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而我来就是专门要去寻找拯救这些私上的人 这些私上的亚伯拉罕的子孙 十一节 众人正在听见这些话的时候 耶稣因为将进耶路撒冷 又因为他们以为神的国快要显出来 耶稣就另设一个比喻 当这个众人正听见耶稣在讲这番话 说他要来寻找拯救世上的人 要拯救亚伯拉罕的子孙的时候 然后又大家知道耶稣就是要 快要去耶路撒冷了 所以他们都以为 他们所等候的神的国现在就要显现 而他们所期待的 所想要的那种神国的显现 就是推翻罗马人的统治 然后建立一个以色列独立的政权 可是耶稣来他并不是要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耶稣要让他们明白 我来不是要这样子 神国的显现也不是你们所想的那样子 因此耶稣就另设一个比喻 因为耶稣见了耶路撒冷之后 最后耶路撒冷被钉死在十字架 跟现在大家所期待的神的国显现 完全相反 所以耶稣就另设一个比喻说 有一个贵奏就是贵族 往远方去要得国回来 德国就是得着王位回来 这是一个比喻 我想犹太人他们听都听得懂 因为那时候统治他们是罗马政府 不论是之前的大西律王 或是后来大西律 他把他的国家分给四个儿子 其中分得最大片的 就是撒玛利亚 还有犹大 还有最南边的南地 就是以图买那里 分给他一个儿子叫亚基劳 那大西律王跟亚基劳 他们都曾经需要亲自到罗马一趟 得着罗马皇帝的这个 册封授权 他们才能够正式登上王位 得着王位 所以耶稣做一个比喻说 有一个贵族往远方去 要得国回来 那在临走之前 便叫了他的十个仆人来 交给他们十钉银子 说你们拿去做生意 只等到我回来 一定银子 原本是一米拿银子 一米拿 一米拿就是 一百天的工资 一百个银币 所以呢 他分给每一个仆人 一百天的工资 然后就跟他们说 你们给我忠心的 使用这一笔资源 去做生意 忠心的经营 然后等我回来 治理这个国家 那十四节 他本国的人 却恨他 打发使者随后去 说我们不愿意 这个人做我们的王 这边也是在 耶稣也是在 借用一个以色列的历史 那以至于大家一听 就懂耶稣 为什么在做这个比喻 大西律的儿子 雅基劳 他不得民心 然后他是一个贪心 又一个残暴的人 所以呢 他统治的十年当中 罗马政府始终没有 正式册封他为王 甚至他这个 他也曾经去过 这个罗马那边 去请求罗马皇帝 赶快让他当王 可是他另外一个兄弟 就是那个西律安提帕 也到罗马的皇帝那边去 跟他上述说 这个父亲的遗产分配的不公平 所以这个雅基劳 执政的这十年 他始终没有正式被封为王 甚至后来呢 这个 犹大 这边有五十个长老 甚至还有加上 撒玛利亚一些代表 他们也同时出发 去罗马 觐见皇帝 请求罗马皇帝 废掉雅基劳 所以最后雅基劳 就真的被废掉了 就被流放到欧洲去了 从此以后 雅基劳所统治的土地 撒玛利亚 犹大跟南部的以图满 就是以前的南地 就变成 这个罗马政府的犹太行省 就不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了 那因此呢 他就用这个比喻说 大家不喜欢我 做神国的王 就如同不喜欢雅基劳 做你们犹太人的王一样 因为我耶稣来 要当的那种弥赛亚君王 不是你们所以为的那种弥赛亚君王 所以当你们发现 我不要当那种弥赛亚君王 这个符合你们心意的时候 你们就不要我做王了 甚至你们要把我杀了 他既得国回来 就吩咐叫那领银子的仆人来 要知道他们做生意赚了多少 头一个上来说 主啊 你的一定银子已经赚了十定 主人说 好 良善的仆人 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 可以有权柄 管十座城 第二个来说 主啊 你的一定银子已经赚了五定 主人说 你也可以管五座城 又有一个来说 主啊 看哪 你的一定银子在这里 我把它包在手巾里存着 我原是怕你 因为你是严厉的人 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 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 最后这个主人获胜了 这个贵族获胜了 他拿到王位了 就要回来统治这个地方 就代表耶稣说 你们现在拒绝我 会把我钉上十字架 但是 我有一天我会再回来 那时候我就会来治理全地 因为我已经 已经得着这个权柄 要做王 所以他既得国回来 就吩咐叫那 领银子的仆人都过来 就那十个仆人 要知道他们做生意赚了多少 就是他知道说 在耶稣第二次再来之前 门徒们在地上 会遇到很多的逼迫 也会遇到很多的辛苦跟苦难 但是耶稣一定会回来 治理这地的 所以呢 门徒要忠心良善 要好好的经营 神给他们一切的 服事的机会 不能当这个懒惰的坏仆人 那这些仆人就来报仗了 十六节 头一个上来说 主啊你的一定银子已经赚了十定 主人说好良善的仆人 你既在最小的事情上有忠心 最小的事情上指的就是 对今生今世的财富 做正确的应用 使用在神国度的事情上 就在之前十六章第十节 耶稣已经有讲解过 什么叫做最小的事上有忠心 因此这个仆人 耶稣称赞他是第一良善的仆人 第二个你在最小的事情上 就是对于今生今世的财富 资源的运用 运用的非常的好 都是用在神的国度 用在爱神爱人的事情上 你是有忠心的 所以你可以有权柄 可以管实做成 也就是说 当主他再一次 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 他要治理全地 忠心良善的仆人 要与他同做王 那这个仆人可以分到管理十做成的权柄 所以这个非常重要 弟兄姐妹 我们今生今世 只是在实习而已 等到主再来的时候 那些忠心良善得胜的仆人 要首先从实里复活 与主同做王 治理这地 那才是我们真正人生的开始 那下一个这个仆人 第二个来说 主啊你的一定银子 已经赚了五定 主人说 那你也可以管五做成 又有一个来说 主啊 看啊 你的一定银子在这里 我把它包在手巾里存着 怎么会这样呢 他就辩解 我原是害怕你 因为你是一个严厉的人 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 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 没有放下只是说 没有把它放在银行那边去生利息 没有种下的代表说 没有把它拿去 用在农业的事情上去生产 也就是说 他在说你这个主人 就像亚基劳一样是一个贪心 而且残暴的主人 你是一个严厉的主人 而且你是一个贪得无厌的主人 你看到那个一定银子赚十定 你就欢喜快乐 所以你是一个贪心残暴的主人 其实这个恶仆人完全是在找理由 找借口 推脱自己的懒惰 主人对他说 你这恶仆 我要凭你的口定你的罪 你既知道我是严厉的人 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 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 为什么不把我的银子交给银行 等我来的时候 连本带利都可以要回来呢 就对旁边站着的人说 夺过他这一定来 给那有十定的 他们说 主啊 他已经有十定了 主人说 我告诉你们 凡有的还要加给他 没有的 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 至于我那些仇敌 不要我做他们王的 把他们拉来 在我面前杀了吧 当然这个主人并不是这样 他只是说 好我就顺着你的话来说 你既然知道 就算如你所说的 我是一个贪心残暴的主人 二三切 那你为什么不把我的银子交给银行 等我来的时候 可以连本带利的都可以要回来呢 把我的银子交给银行 银行这个字原文是桌子 什么意思呢 就如同这个马太福音21章 耶稣洁净圣殿的时候 推倒那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 所以桌子指的就是那些进行金融教育 兑换银钱的地方 所以耶稣就对这个仆人说 我就顺着你的话说 你既然说我是一个贪心残忍的主人 那你既然这样说 你怎么没有去这样做呢 你就算你不会种植 你把他拿去存给银行 赚利息啊 所以你都是理由都是借口 24节他就对站在旁边的人说 夺过他这一定来 给那有实定的 他们说主啊 他已经有实定了耶 26节主人说 我告诉你们凡有的还要加给他 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 耶稣说你们这些 在这最小的事情上 在我所托付你们事情上 愿意忠心的 你们就是还有 代表你今生今世 你真的是活得精彩 你跟随主做中心的仆人 生命活得非常有价值 这叫做还有的 我还要再加给你 等主再来的时候 他要把更大的事托付给你 他让你与他一同做王 治理这个地球 治理神所创造的世界 那没有的代表什么样 他这一生就是虚度光阴 他神给他很多的智慧 这个机会资源 他都没有去把握 他就是做一个又懒又恶的仆人 连他所有的都要夺过来 就不给他机会了 让他一无所有 至于我那些仇敌 就是拒绝我来做王的 不要我做他们王的 把他们拉来 在我面前杀了吧 代表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 所要进行对世人的审判 今天经文非常宝贵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 求你让我们有一颗 警醒忠心良善的心 主让我们知道 你所赐给我们的一切 我们都应该要拿来荣神义人 求你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不要白占地图 做一个又恶又懒的仆人 入墨你的名 求主让我们好好地珍惜 今生今世 能够成为你的仆人 这样美好的机会 荣神义人 为主而活 并且在你第二次再来的时候 你要亲自治理这国 一千年的时候 我们有这样的恩典跟荣幸 能够与你同作王 一起享受与你同作王的荣耀与喜乐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愿神赐福大家 淡江教会多年来 推动圣经普及化的运动 希望让圣经的真理 成为我们脚前的灯 路上的光 我们除了在网路上 制作各种的圣经节目 服务全球的华人教会 现在也在各地开始建立 淡江教会教育中心 开设实体的课程 为神的国度培育更多的人才 请立刻上网 或在脸书Facebook 查询淡江教会教育中心 报名各类精彩而实用的课程 就让我们一起 装备现在改变未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